国内大规模施打疫苗 接种第二剂的需求也陆续浮现 他不是副市长蔡炳坤说明 如果民众第一剂接种 不是透过中央1922系统的 第二剂还是要进到中央进行议员登记 才会有第二阶段告知预约 及第三阶段的接种疫苗 你要做这个中央系统的这个登记 甚至以后的预约 除了全国性的 有1922刚刚我讲的这个网站 还可以到四大便利超商 也可以到健保的特约的药局 也可以到健保的快医通 这四样是全国都可以的 另外台北市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我们有台北通 我们非常鼓励大家 这个利用台北通来进行 这个中央系统的一个议约登记 那他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台北通已经把你个人的资料 都建在里面了 所以你的台北通 就等于是你专属的 你看到台北通里面 有一个可以中央议约系统 点进去 有很多资料里面通通有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叫一直搞定 很方便就来进行 好那你登记完 他就会 轮到你的时候 他就会通知你了 这是我今天 简单先跟大家提到 登记 这个医院登记的重要性 目前 是还没有接受混打 这个必须让视频了解 现在有混打的唯一只有 那么在医院里面 这个所谓的第一类的 那AZ 他可以混打莫德纳 其他的都没有开放 目前的情况是这样 针对北市有32万名 65岁以上长者 市府会发出简讯 及邻里长来通知 提醒已接种第一剂的民众 尽快去登记医院 并同步透过民证系统 协助长者完成第一阶段的 医院登记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